你干嘛 杭州的天气太热热了 你看你扔点茄子 什么呀 对 她是妈妈的 酸梅汤汤也不错 你也扔点去啊 哦 气势太热了 那我去看看 没想到杭州有这家药铺啊 这个黑布是为了给药遮光 知道吗 哇 这个店面好大啊 您好 您看有酸梅汤的房子吗 人家没有 还好我有 付财22块钱 这儿啊只给配 也不给煮啊 只能临回家自己煮了 其实自己煮也特简单 哇 不过这食材确实很棒 屋梅比我之前买的黑多了 一家人喝的话 先煮两剂吧 这些材料先泡半个小时 那小子怕酸 得多加点冰糖 然后再大火煮开转小火 煮个半小时就好了 简单吧 自己煮的话 这汤色是酱红色 会有点中药味 不过给它放凉 到容器里 再放冰箱冷藏一夜 就没有什么不好的味了 这真跟外面那个黑布溜秋的那种 完全不一样 不愧是夏天的龙头饮品 我敢说 这比我喝过任何一家的都好喝 再来呗 明天我给姐姐干嘛 现在是三十天的中复 我当然还要更适合你们孩子喝的 乌梅三豆瓶 用这个组合加个冰糖 来煮水 你小子这么挑 肯定不能单喝个水吧 刚好今天立秋了 正好带地茶碟 做杯奶茶 再给他添点他爱的黑糖珍珠 那这给大宝宝小宝宝喝 都很放心了 最近这小子很爱果茶 今天也给他安排了 水果你们打底 再加点茶豆 再倒煮好的乌梅三豆瓶 少来几块冰 再添加鲜牛奶 口感就更适合了 营养清爽 又适合三福天 还适合你们孩子 预祝秋天的第一杯奶茶 嗯 结束多了 哎妈还能煮冰甜品吗 每天一放钱就有了 其实我们妈妈们在三福天 更喜欢五红汤 红糖红枣枸杞 花生和红豆 这个糖水的做法 有点讲究 首先红豆 用高压锅压手 同时把花生煮熟 煮半个小时 泡半个小时 剩下的三红啊 加点红茶煮十五分钟 红豆压半个小时 就是整颗的 太久就成沙了 做甜品嘛 自然要小料多才好吃 红豆糯米打底 倒拌完三红水 再加俩小料 红豆饮跟牛奶啊 那是超级大的 红豆绵绵 满香十足 而且吃起来啊 有糯的 有脆的 还有QQ弹弹的 一口就有好多种口感 比奶茶好喝多了 最适合杭州这天热 不想吃饭的时候了 我也喜欢吃 我也喜欢吃 我们可以每天晚上吃这个